- 大家好,歡迎收聽,這位友我是新西蘭的義德投養和社長Raymond Wong -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財士,真的好 這純粹是哲學討論,其實香港有法律的 很多事情都好像管不了一些人,為什麼會管不了人? 有些人可以在法律上,管不了他們 有些人就說,現在遲了才找到他們,所以我要改實名制 實名制就是立即找到那些人 是嗎?實名制就可以立即找到他們,即是要追蹤 你真是追蹤一個人,是不是真的可以管得到他呢? 譬如他安心放在手機上,安心出行實名制 他出街沒有帶手機,那你怎樣處理他呢? 他的手機沒有電,那你怎樣處理他呢? 有太多... 沒有電,罰他錢,為什麼電話沒有電? 一定要有電 不是怎樣? 是的 四哥叫我說什麼?5294 5294是什麼? 四哥叫我說5294,不知道是什麼 他說記得說5294 5294? 我今天跑馬,4重彩那次是5294 他想我中一次4重彩,看看能不能有靈感 這樣才行 今天早上講完這些話,跑馬都沒什麼靈感 跑馬都很慘 很難搞的 Toracef就是兩個字,C3 法律其實真的管不了一些人的行為 很有錢的人,其實不是很怕法律的 就算有些做生意的人 其實也不會很怕法律的 坦白說,我自己認識一些朋友,他是這樣的 他做生意當然也很大 但是他從來都是捏到員工很慘 又會罵員工,在外國罵員工 罵得很厲害 我跟他說一次,你這樣不行 這樣會被人告 然後那個人的回應就是 告就告吧,我有錢請律師 就告吧,我簡直不會理他 你就告我,告我找律師搞 律師幫我搞定 是這樣的,那些態度是 其實在香港,也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舉個例子,我有另一個朋友 他自己有一個辦公室 辦公室 其實根據契,有一些位置不是他的 但是他照樣叫裝修師傅 就罵了工契的位置 他照罵的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人報寸 這個又要說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是香港也有很多這些古靈精怪 有一個人報寸,報到屋宇柱 其實應該都是行內的人 看到那裡不對 然後就報了屋宇柱 然後就有人上來看 然後就叫他拆 然後他的做法就是,他會拆掉它 然後屋宇柱的人 事情解決了之後 他又會再叫裝修師傅來再改 又再霸位 喂,法律是管不了一些人的行為 就像簽建那樣,舉個例子 簽建,有很多人簽建 挖地牢,地教那些 有些人管不了,真的管不了 法律是管不了有些人的行為 你可以說有錢就任性 但是其實這個世界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不要覺得,為什麼這麼不公道 有些人是有特權的 好像洪先生那件事 為什麼他做了一些看起來是違法的事情 都好像沒事 有人幫他說的 有人幫他鬥的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有香港洞棍出來說的 其實封面那裡就不是香港的 香港的事情我們會多說 但是內地的事情我們都會多說 封面那裡其實就跟江江案有關 如果你有聽過江江案是什麼 你就會知道那件事都很慘 但是內地的法律和香港的法律也是不同的 這個也要說清楚 我不是唱好內地的法律 貶低香港的法律 只是說你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法律 內地的法律 他管的事情就會多過香港 或者普通法地方管的人 管的人 你在內地 有些事情你有錢都不是很大的 其實就是 你在普通法的地方 你有錢 你受到的保障 就會比沒有錢的人多很多 事實上也是這樣 Namamito 就是窮鬼沒有錢找律師 搞定 有錢人真的不怕 是啊 他們真的不怕 你在外國 你亂罵那些下屬 其實可以很麻煩 我們這些很怕這些 所以很少罵人 其實就 但不是有些朋友 那些火氣是很厲害的 然後就被人控告他 說他複製刑 那些事情 他說不怕 找律師搞就行了 律師搞定了 他就告訴我 說我不公平解僱他 就告我 我找律師搞 我找到證據說他做得不好 他就收皮 這個態度是這樣 是很不同的 Judy Kyd 說 那個刑罰對那個人 不痛不癢 或者告他不進去的話 就管不了 事實上 這個社會上 很有很有錢的人 法律是管不了他的 他做很多事情 不會搞到他的 要麼就是很窮的人 很窮的人 就是真的 草根以下的人 其實是 那些叫做 不是草根階層 草根階層都怕法律 是草根以下的人 他是不理法律的 你根本管不了他 其實事實上 阿發自在 即是 維麗泊車 要一個月抄超過十張 才跟泊停車場一樣錢 那這個就是 那個罰款不夠高 其實就是 哈哈哈哈 就是那個問題 但你罰得太高 又會有人罵 朱榮鑫跟我說是一樣 不怕法律有兩種 一是非常窮的人 一是非常有錢的人 一是非常有錢的人 所以 如果社會要穩定 其實中間的人一定要多 所以現在內地搞什麼 就是搞濫型社會 就是最有錢 和最窮的人 都是要少的 中間的人是要多一些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社會就會穩定得多 YC村就說他們反對禁堂食 令到他們不能吃生日煙 為什麼現在要禁堂食呢 這也是一個問題 立法會員出來 禁堂食 其實政府說過很多次 解釋過很多次 為什麼要禁堂食 去搞特區政府 我們一直都是支持特區政府的 又說我們是地產狗 盲撐政府 什麼什麼什麼 老實說 你自己看看 你們這幫人 其實有誰是怕法律的 沒有 有很多人連安心出行也不用 法律規定安心出行也不用 你照樣不用安心出行 規定要用 你不用 好了 另外有些人 就是一定要去檢測 就是去過那個地方 要強檢通告那裡 結果最初沒有人去強檢 那個名單 越來越多人 是不是 就是 法例就是管不了你們這幫人 事實上是 對不對 有些人在說 其實香港只有黃友 那些大律師那些有特權 你搞錯了 黃友大律師那些 只要律政司 好像鄭若驊那樣 收緊一些東西 找一些東西去告一下 他們就沒得兇 本來就是 現在連那些 港英那些 煽惑法都拿出來告的 其實已經是鄭若驊上場之後 才要做這些事情 你們這幫人還要狂罵鄭若驊的 其實是 其實你們這幫人 全部說話都不適合 其實就是 鄭若驊其實已經令到 有些以前沒有人管得到的人 都受法律管的了 其實已經是 這個律政司司長 你們就說他被政司司長 然後 還要說他賤屍底 其實 很坦白說 鄭若驊是令到很多東西 收緊了去告的 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今天Andy Zhang又說雷神輕鬆一點 本來我也想說雷神 但是越說就越生氣了 沒辦法 雷神再哭訴 唯有正向下午茶才說 Andy Zhang 告訴你 鄭若驊就說 原來不手快不紛黃 沒錯 而且他們這幫人 還要利用自己在媒體的優勢 意圖將那隻鑊射去特區政府那裡 其實大家是要公道 林鄭說得對 希望大家做人公道一點 要認清這幫人 嘴唸是多麼可惡 可惡 嘴唸真的是 你看看沒有了泛民之後 整班人 那個惡形惡相出來了 以前沒有那麼惡 就是因為有泛民頂住他們 泛民瘋了 現在泛民都瘋了 現在自己死了 現在有些事情就是 還要找一個人可以在媒體上寫一篇 在那裡兜兜兜 這些人不怕法律的表現 不知道是誰寫的 其實他是沙什麼什麼 之前不是經常放流料 在香港洞棍那裡 他又說 他聽聞 原本鴻門宴的受邀名單只有120人 預料現場不會超過150人 什麼聽聞 說什麼聽聞 我聽聞他只有10人 可以嗎 聽聞 來源根據也沒有 這幫人是亂說的 我不信 他這種聽聞 很坦白說 就說這個洪惠民人默慎說我 所以朋友的朋友一起到河 他說的話其實是1904 封面還要說 這件事我也不想有那麼多人 不是我的本意來的 只不過是有些人沒有受邀就來到 是這樣嗎 老老實說 是啊 所以人數 我是始料不及的 你不趕他走 他直接寫一個照片 香港洞棍 你不趕他走 說真的 你不在這個賓客名單也採 他有味 我不想說粗口 還要在那裡賴 始料不及 然後衛生防護中心公佈了一個43歲初步確診的女子 都不在這個賓客名單裡面 意味著可能有更多人到場 而未被發現 其實他們不是未被發現 他們是有責任 因為那個地方已經是強檢的了 因為有疫情 他們其實自己是有責任去報道的 現在那些人是說他們沒有責任一樣 所以 那麼多人負責任 我就要強制實名制 不是 他不是說強制 我要實名制 實名制就可以找出那個人 很坦白說 你的意味都沒有實名制 你安心出人實名制 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那個人呢 我拗了頭 然後竟然就賴 為什麼這些照片 不知道為什麼會流出來 尤其是洪惠文閉上眼睛 靈歌一曲 然後搭著女兒的肩膀 那個叫曾鳳珠 多興奮啊 然後 說真的 為什麼會把照片 在社交媒體流出 這部手機好像是曾鳳珠 很尷尬啊 搞到我們 那個問題是 不是把照片為什麼流出 而是你為什麼沒有戴口罩在那裡唱歌啊 還有 在那個地方根本不可以唱歌的 因為卡拉OK服務要再申請 因為卡拉OK是這麼左的 是不是 卡拉OK好像是拿牌的 香港是 那支麥是假的 那支麥是假的 是不是穿家衣扮演唱歌 可不可以啊 好像是要拿牌的 卡拉OK 另外一個牌照 只要提供卡拉OK服務 我們也要講一下 那麼 John 孫就說 以前泛民行為瘋 現在這班精神上瘋 現在沒有了泛民 其實議會更嚴重 是啊 有人就是想攬炒 是啊 攬炒沒有 明菜就說 好像韓哥一樣太率直的人 大多數以為損殺建制又天下太平 現實讓人非常失望 我們說了給大家聽很嚴重 又是先知 你說清一色為什麼好啊 當然不好啊 清一色 早就說了 是啊 結果結果真的是清一色嘛 清一色後果就這樣 還沒開會就已經掉了 其實 老外國盧民端 一早已經出來說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一早就說了 沒有人理會他 就是這個老外國 還要笑人 是啊 不如新愛國 新愛國又不如忽然愛國 忽然愛國現在就全勝了 全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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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台就有大把律師 是的 是 它不怕你 所以我就說 有些人是很兇的 法律是管不了這些人的 今次你看到了這件事 你想不想香港 有很多法律管不了的人 你想想 如果香港 有很多法律管不了的人 其實社會就會亂了 其實就是 你看現在有一班人 仍在描述一些新的議題 搞來搞去那些人 他們就是要讓社會有一群更加強烈法律管不了的人 其實就是管其他人自己就超然 那這樣是否適合?是不適合的 純粹是哲學討論的 明塞就說基本法是指定行政主導而非議會主導 大家放心給點信心 但是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一條法律寫了是怎樣就怎樣 我告訴大家 有些人就說你們太天真了 阿爺說就馬上就行了 老實說 你太天真了 你這樣說就太天真了 你這樣說就太天真了 不要以為阿爺說一句下面的人會聽 阿爺說一句下面的人會聽 但是想辦法拆掉他 盧文端說話有份量的都沒有人聽的 我告訴你 你死了嗎 那些人知道他有份量 媒體有人扔回他的 當他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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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現在的這群人 很兇的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控制了輿論 好了 還好笑 這個 三日山他說 這個是純粹老朋友的聚會 是這樣的 熊維文他說 詩人禁流 是啊 他說 和現場的名人也有十年以上的交情 是真的朋友 這樣 還說 警務處一哥 在機場警區做指揮官的時候已經認識了 還有 政策創新統籌辦事處副總監馮浩然 十幾年前已經合作做青年工作了 還有 徐英偉 我愛一鹿角那些 認識了二十年了 哈哈 真的是好朋友 這樣更糟糕 這樣更糟糕 我告訴你 原來 今次 你是認識這麼多人 還有這麼多人 做這個給面派對 還要兜 哎呀 不是給面派對 不是借票 不是特首前哨戰 不用鬥啦 明明就是啦 哎呀 還要鬥 接著還有一個好友幫他探 哎呀政府免檢漏洞 國泰本理不善 搞到社區暴易 通關變成通通都關門了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通關 通通關門 有些人就是這樣罵特區政府 但你想想也知道 特區政府做事沒有原因 你以為他想弄個漏洞出來嗎 不是的 特區政府做的 國泰管理不善也不是 其實這兩件事 這個指控都不成立的 為什麼呢 我們都說過了 你的空運 對香港是多重要 四百多萬噸貨 我就不相信 四百多萬噸貨 沒有了 我也沒有外來食 這個肥媽說的 我告訴你 不會沒有外來食 有 不過貴一點 因為現在空運不是停了 空運不是停了 空運是少了很多 而且運輸成本 貴了四成 那你自己計算一下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很簡單 它不會只是加四成 不會只是加價錢 買的人又會少了 所以商家又會再加一獲 這些就是天真嬌 天真有傻又天真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現在就是建制派 要製造更多 法律管不了的人出來 現在不是 你說多嚴重 香港 如果是被他們成功 今次被他們成功 挫爆特區政府 就是不斷說 政府面檢流動 國泰管理線 搞到社區爆疫 通關變成 通通都關門 這幾句 根本是五字宣傳來的 其實就是 但是這四句說話 我已經看過不止一篇文章 不斷重複 全部都是講同一番說話 這幫人很明顯 就是要製造一個階層出來 不受社會監督 不受特區政府管 還要反過來管特區政府的人 你說死不死 如果香港真的被他們這樣搞得到 香港是能夠收工的 香港是不可以變成這樣 告訴大家 很危險的 變成這樣 支持香港警察就說 上當年 內地政府都出現了信任危機 動車事件 加國美美事件 就是因為 有些人有特權 所以造成民眾 對政府的信任道說 現在這幫人居然想搞多一次 要記住 香港和內地制度不一樣 萬一出現信任危機 香港就徹底沉淪 還有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城市的特性 香港 是一個 老老實實 金融城市 金融是什麼 金融是講信任 是講信字的 其實很多時候買的東西 只是一張合約 只有一張紙 就有很多錢在那裡交易 就是一張合約 這就是金融的本質 那怎麼會讓別人信一張紙 就是信那套法律制度 是不是 你的相法 要大致上是人人平等的 沒有什麼人有特權 如果有些人 做完壞事 然後可以用媒體 去掩飾回事情 用議員去掩飾回事情 你說香港可以多嚴重 我不用想的 玩完的 真的 我不用很誇張地說 你自己想想就知道 有人說我撇虎馬街 你自己想想 是在挖香港的根基 信任是多麼重要 法律到這班傢伙 製造一班無視法律的人 有特權的人 那要套法律來做什麼 那些人就是不信你 不信你都在香港想的 不用做雙扶 做魚港 捉魚 我告訴大家 現在那些黃友看到這件事 他很想這件事 到最後一隻處理不公平 他現在是 他就是要把雙手 以及在旁邊 煮政府另外一些壞事 就是助攻 基本上 現在他看到藍營搞政府 那些黃友就繼續助攻 反正就是反政府 是不是 就把一份 航下一氣 對 航下一氣去搞特區政府 到最後 就是香港全面的沉淪 有些人說 你亂說 就看看 放牆雙眼看看會怎樣 不用太長了 現在已經看到了 不用太長了 現在已經看到了 說真的 現在的現實就是 你應該要被政府罰的人 就要被政府罰 應該道歉就道歉 應該道歉就道歉 你再拿這幾件事來講 政府免檢漏洞 國態管理不善 搞到社區暴疫 通關變成通通都關門 這四句說話 再亂寫的人 我們都會加他入政棍行列 因為很明顯是 政府不只是管防疫 政府要管經濟 明白嗎? 有時候是要拿一個平衡 結果你們這些人 就讓政府拿一個平衡 也拿不到 因為你就要找一個理由 去不斷瘋狂攻擊特區政府 亂差這麼來 多謝Kitty Yong你的支持 深水埗倒棍就說 香港已死有時燒錢 其實 我很坦白說 昨天我們也有一次節目說 居家隔離是不行的 但其實不行的原因 不是因為科學上是不行的 而是因為有太多政棍在這裏 你一出事之後 那個政治成本太高 所以政府結果又要燒錢去解決問題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一件事 就是現實問題 你如果想政府有效率 你是要罵少一點 你狂罵一個政府 是不會有效率的 還有現在他們那種 不斷說外房輸入失敗 一定要所有東西都收緊 他們這班人完全不說社會成本 但是特區政府是要管理社會成本 所以就有一個衝突在 而當特區政府管理社會成本的時候 他們出事的機會永遠都有在 有一班政府出事之後 就瘋狂咬勢 現在你看到那些建制派 沒有一個不是的了 已經可以說是 我們瘋狂勢咬特區政府 到最後 結果就像深水埗倒棍一樣說 就是香港很嚴重 有事就燒錢 他發自在本身船運都貴了 我告訴你 不是船運的問題 其實船運貴不到一個極點 就是因為空運 某程度上已經是 在有些情況下 你計算了整個數字的話 是有競爭力的 現在空運再貴了的時候 變成競爭力減少了 船運是會再貴的 所以不只是說空運會貴了 是船運也會再貴 這個就是實際的問題 現在是很麻煩的 鋪龍就說肥媽又是有錢有勢 他又不算有錢有勢 但是老實說 這個人也是一個盲毛 是啊 泡泡龍又說權貴低調 道歉幫忙 大部分人都會接受 其實 他不做的 其實熊惠民已經想道歉算了 但是你看看 我就不太覺得 熊惠民會叫建制派 夾粉去搞這件事 不斷說那四句說話 政府免檢流動 國泰管理不善 搞到社區暴疫 通關變成通通都關 我不相信熊惠民叫人做的 因為熊惠民叫人這樣做 他就比豬還蠢 他又不是 所以 現在是有一幫人 要借這件事 是的 其實也是去玩特區政府 還有 其實是吃熊生的人血饅頭 現在是 但是說到底 大家都記住一件事 就是 如果社會 有太多人是法律管不了 社會是難的 你要社會法律管得到的話 你就不可以有太多特權分子 法律是要公道的 不是輕易拿一些東西出來 說私隱條例可以不守 什麼不守 整體來說 要是公道 那些人才會相信 好嗎?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再見 拜拜